大家早安 欢迎大家收看沙巴新洲日报 沙巴新闻 那吹败全新厨师团队打造全新菜单 马六甲传统娘惹菜式 价格实惠 人人都消费得起营养美味的有机食品 今天是11月30日 来关注今天的焦点 疾风大浪潮来袭 加雅岛两所学校多处损坏 其中加雅岛国中经历最严重的破坏 今天起紧急停课 亚碧沿岸左午下暴雨并遭疾风吹袭 多处树木倒下 对岸的海岛也同样风浪交迫 坐落岸边的学校和木屋首当其冲 社交媒体流传的图片和视频 可见这所中学建筑物东岛西歪浸泡在海水中 校舍屋顶墙身掀开 室内一片狼藉 肚头寂静沉默 加雅岛国中校长基尼塔格接受新洲日报访问时说 事发时大约是下午三点半 当时只有学校保安人员和一两名教师留守 无人受伤 校方目前还在点算损坏的软硬体设施 除了中学外 加雅岛国小也遭受破坏 肚头已无法使用 不少的房子屋顶被大风吹翻飞起 大马气象局早前发出恶劣天气警报 强级东风从今日起至12月5日 吹袭沙巴东部和西马东海岸 并将形成持续下雨天气 沙巴西海岸 斗湖 山达根及古达今午下暴风 风速每小时30至40公里 浪高1.5至2.5公尺 来看到沙巴州冠病疫情进展 沙巴全州昨天仅新增103宗冠病确诊病例 成为本月来最低纪录 共有1228个检测样本 呈阳率下降至8.39% 州内只有11个县区出现新增病例 16区没有新病例 有3区成双位数确诊 亚币49宗最多 接着是冰南邦12宗 豆湖11宗 沙巴州政府今年截至11月28日为止 以从5%石油产品销售税 征收达17亿9千万令吉的税款 州第二财长拿督马西迪曼骏披露 以征收的石油产品销售税税款 高于州政府之前估算的数额 这有赖于国际原油价格攀升所致 他指出 州政府与大马财政部采用统一的基准 计算国际原油价格 之前以每桶53美金进行估算 预计今年石油产品销售税为11亿令吉 不过马西迪提醒州议员及州政府 沙巴州政府固然会因国际原油价格走高 在石油销售税和石油税方面获得更多收益 但此事有利有弊 国际油价攀升意味着运输成本会增加 物价也会随之出现波动涨价 通膨攀升最终也会影响大马 沙巴乃至沙巴民众的日常生活 其他精彩预告 包括了伊斯兰党主席丹斯里哈迪 指首相拿督斯里安华为特工 警方已接获报案 将会对哈迪的言论展开调查 安华也向公务员表示 政府不会对过去的事秋后算账 且呼吁公务员参与国家改革 更多精彩内容请翻阅今日报章 今天的新闻到此为止 感谢你的收看 欢迎翻阅报章或浏览网站 查看更多详细报道